每塊石頭堆疊的時候 要考量到它的流速 包括它漸起水花的這個角度 然後它每堆疊 大概一層兩層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放水 然後先去試看看 可能角度不對了 或是聲音太大聲了 就必須再重來 有時候甚至一天堆不到一顆石頭 光是這一面牆大概要四個月吧 我覺得不是只有用眼睛偷學 而是全部的五官都要一起偷學 師傅會說 它的這個烘焙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我們今天要用什麼樣的時間 跟溫度下去煮咖啡 那幫他們洗完這個 煮咖啡器具的時候 就去聞看看 這個咖啡渣是什麼味道 然後嘗一嘗 剩下的咖啡底的風味如何 我覺得餐廳應該不只是來吃飯而已 而是它會帶什麼樣的回憶回去 這是以前我沒有想到過的 那上了江竹竹的課之後 我就覺得說 哇 原來這件事情是那麼重要 當他回去第二天 他再看到他今天帶回去的東西的時候 他心裡會有滿滿的感動 然後今天的用餐的種種會延長 磨了十年 花費兩億打到這裡 但很抱歉 九十天內全訂滿 餐飲跨界二十五年 我 沒停過 我 沒停過 嗨 歡迎來到今天的看板人物 台灣的餐飲在我個人的感覺裡面 絕對不只是小確幸 因為它常常帶給我們很深的內在喜樂和愉悅 也創造了難忘的生命回憶 在台灣客單價三千塊以上的高端餐飲 我們介紹過的看板人物 像是Role的江振辰老師 還有阿卡梅的Alex 那麼他們所反映出來的價值 還有獨特的心血 往往不是那個價錢可以衡量的 在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一位 她的餐廳 她創辦的餐廳 她擔任執行長的這個餐廳 現在要九十天以前預定 而且非常容易秒殺 一起來看看這個非常特別女性的看板人物 一起歡迎飛花落院的創辦人執行長魏信仪 信仪 歡迎你來 菲花姐好 歡迎 歡迎 謝謝你 你看我又戴起了口罩 非常謝謝信仪跟信仪的團隊 在我們錄影這天一早來給我們這一個 好像置身飛花落院的篷景 這個是真的茄子 是真的茄子 可愛喔 你幫我們先介紹一下你擦這盆花 今天這盆花我想就是這個季節 在春夏交換的時候 然後有山上的山杜鵑 然後最前面有勺藥 後面是粉色的菊花 還有就是茄子 那因為我們是餐廳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一點點食材 在這個花裡面 是食材同時也是花材 哇 好 在這裡面還沒有訂到觀眾朋友可以 叫什麼過肝癮嗎 還是身臨其境 但是你如果去了 你也不可能像這一個小時 聽到這麼多創辦人信仪 這個親口說的故事啊對不對 今天請到飛花落院的信仪 因為它是曾經有專業的網評 所列出十個最難訂的餐廳之一 是 謝謝念華姐 還是那麼難訂嗎 現在是開放90天前 現在是開放90天 對 有稍微好一點點 本來大概5分鐘之內就可以訂完 現在大概半天到一天中間 就會沒有位置了 現在開放到幾個位置了 現在開放到一個餐期有70個位置 本來是25個 25個 當你的服務全部成熟 從70還可以開放到幾個位置 還可以大概到130個位置 我看過一篇形容 《飛花落院》的難訂的評論 它寫說 現在他們接電話 要做的只有兩件事 抱歉跟協調 這是你的心境嗎 我們提一下抱歉這個部分好了 我覺得也不是說抱歉 就是我一直希望說 能夠大家都那麼難訂位 既然那麼難訂位 客人一定對它的期待更高 我覺得它跟一般的餐廳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完整的體驗 它不是只是來吃一個飯而已 而是它包含從進來之後 看到的一花一草 然後有夕陽 然後有四季的風景 四個小時吃一頓飯 在我們的生命經驗裡面 如果我們也可以有這樣子 充裕的餘育 不管在哪裡 我覺得它應該都是幸福感很強的 因為你有那個可以跟你一起 花這麼多時間用餐 是 我覺得那種就是 《飛花落院》一直想要傳遞的幸福感 然後看到客人那種微笑 你會覺得好像真的在這裡實現的這樣 喜宴歸嚴境 飛花落院仙 各位有沒有覺得一秒來到日本 沒有 我們在台中新社 今天來到一間很美的餐廳 就叫《飛花落院》 主人也很美 歡迎魏傑 魏信怡 哈囉 魏傑 妳好 這四個字的由來就來自於詩史 當時怎麼看到的 我們開始有這塊地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要用一個什麼樣的名字 有一天我們在翻詩詞的時候 發現看到這四個字飛花落院 覺得它好有畫面 然後我們就想我們能不能夠 就用這個名字 這四個字來當名字 然後把這裡營造成這個樣子 所以整間庭院都給我們這樣子的感覺 對不對 帶我們參觀一下 沒錯 這首唐代詩人蘇婷的詩句 正是進到餐廳的第一印象 從門口瀑布小橋流水 到大石牆與戶外水池 有著日式庭院的枯山水 充滿禪意的差跡美感 我們常常在這裡不同的時間點 感受一下在這個地方的光影 這個地方的風 然後才去把想好這個建築物 要怎麼坐落 那南邊是從懸崖下面上來的風 它是一個暖風 然後冬天也很舒服 那夏天又很清爽 那個溫度又很適合 我們的坐向讓北邊沒有窗 然後讓南邊開窗 開大面的窗 從空間可以體會到主人的用心 飛花落院籌備了十年才正式開幕 開幕後沒多久 又遇上COVID-19三級警戒 被迫休了兩個月後再營業 立刻成為炙手可樂的餐廳 很難頂 假如今天晚上十二點開放 就是開放九十天後的 所以你就是要很早就要把 可能你想要的那一天 就全部都要推開 後補幾乎都後補不到 二 一 謝謝 餐廳慶祝一週年 為幸遺憾向來低調的設計師 老公張志強難得在鏡頭前同框 馬葉集團旗下的餐廳建築體 全都由張志強一手包辦設計 飛花落院的一景一物 都包含著夫妻倆的夢想 十一年前我跟先生就是想說 那時候是幾歲了 就覺得說如果我們要退休了 能不能有一個地方 是一個自己很喜歡的地方 因為我們兩個很愛去郊外 有沒有機會我們也能夠在台中的 視郊開一個這樣的餐廳 夫妻倆開成了夢想中的餐廳 對客人而言也滿足偉出國的願望 無甘體驗當中聽覺的感受 更是時時營繞耳邊 園區內掛了七個 從日本跳蚤市場買來的風鈴 魏欣怡特別喜歡坐在二樓的元廊 風鈴下觀景 吹風 就在這裡第一個 他可以聽到風鈴的聲音 我覺得他就是把這個山谷的風 變成一個聲音傳遞出來 整個露台上面客人 這個三三兩兩的拍照 就覺得哇 就滿舒服的 高大的蘭花營 以及到了夏天 像雪花一樣的光蠟樹 一幕幕都造就了飛花落院弦的意境 更特別的是 錫燕歸嚴禁這句詩詞 也在興建過程中實現 剛蓋好糧他就來煮草了 那我們就發現說 燕才在裡面還沒長大 我們就停工 停了好幾個月 然後等他長大 煉飛 然後開始要飛走的時候 我們就跟燕媽媽講說 那等我們樓上蓋好之後 你再回來 如今燕窩 仍保留在包廂內的一角 一樓的餐廳空間 使用清水磨為牆面 竹子為活動門簾 二樓的茶室 則從中油電油廠 買來數十年的老木頭 重新搭建 庭院中擺放的200年雞蛋花枯木 則是為信仪夫妻10年前 就在印尼購買 藏在倉庫多年 終於有了最佳舞台 貝雷擊中的痕跡 有如龍身上的鱗片 達成了畫龍點睛的效果 從這邊看上去的時候 不需要後面的風景來配襯 它就已經是一個景了 就被那個石頭 對 石頭 其實從這裡看起來 跟你從這邊看起來 是不太一樣的 每個來訪的客人 都能在園區裡 找到最喜歡的角落 從進門導覽聽故事 到坐下來享用餐點 慧信仪更從明西林民廚 江振成大師工作坊課程 學到了延長體驗 因此最後的腐飯料理 當客人吃不完時 會打包成飯糰成為招牌辦手禮 我的服務不是客人進門的那一刻 跟離開門那一刻的開始跟結束 應該是再往更前面 或者說應該再往更後面 這是以一個體驗者用餐者的角度 而不是一個經營者的角度 就是課堂裡面的一小的部分 那我覺得 我剛剛講過 他學生有在聽 對 客人想起的可能還不止如此 我發現它這裡是內外一致的 就是它不是只有硬體環境 然後食物好吃吃的飽 它是連所有的一些小季節 包括器皿還有服務 我覺得都是很用心的 所以整個體驗下來 你會覺得你的肚子被餵飽了 然後心也被照顧到了 照顧到客人的心 還包括餐後的茶席時間 在二樓茶室喝茶 欣賞至高點下的景色 一趟用餐體驗下來 三到四個鐘頭 經常讓客人捨不得離去 入夜後的飛花樂院 在光影映照水波淋淋之中 有另一番風情 最好吃的是 這個來自大海的冰桶 這個今年夜下方是冰桶 每個服務生都有一套 說菜的本領 十道菜以會席料理呈現 法餐常見的左餐酒 這裡成為左餐茶 也讓許多客人驚豔 每一道菜他們都會先來 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他們用的是什麼樣的材料 用的是哪一方面的一個 一個亨韌技巧 我們用懷石料理那種精緻的視覺 美感去呈現它 但是是比較輕鬆的方式 然後把每一道菜呢 每一次每一個季節的菜 設計的方向它是有一個故事 或是有一個脈絡 像現在春季我們的菜單的設計 就是以去郊遊的概念去做設計 客人得等90天來到台中的山上 才能體驗這趟餐飲旅程 這趟旅途中聽了故事 填飽了肚子 品了茶 心裡留下了什麼 可能就是這台下十年功 深深硬心的無形痕跡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說 四分之一世紀更好 因為杏怡從你17歲開始進入社會 然後你創立你的第一個當老闆的 然後後來到現在超過20家店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其實是 為什麼我們說從40元到4000 因為一開始賣的這個 泡沫紅茶 是40元一杯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段影片 我想了解一下 很多人進到信仪的飛花洛苑裡面 開幕前那十年 那十年他跟團隊所放下去的心血 我們看一下這個落石 這是裡面你們的落石流水 剛入口進來的地方的一個水井 做的一個瀑布 當時在做這個瀑布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它好像一個 很自然的青苔就在石頭上面 可是我們當時在堆疊石頭的時候 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這個石頭呢 我們是從山藝這邊買進來 那一開始我就想說 這個石頭就放上去就好了 可是後來發現不是這麼回事 我們希望客人進來之後呢 不會被水流的聲音打斷 所以在每一塊石頭堆疊的時候呢 要考量到它的流速 然後考量到這個水的大小 還有包括它漸起水花的這個角度 都要去考量到 它的那個音量要穩定對不對 那就跟它衝擊下來的流速 所引發的激盪有關 那既然跟流速有關 所以落石怎麼樣堆疊 包括它的距離跟水量 這個都是要一直一直去try out 都要一直去try 然後它每堆疊大概一層兩層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放水 然後先去試看看 因為等堆到最上面就來不及了 那有時候可能已經堆到第三層 第四層的時候發現水一放下去 哇 可能角度不對了 或是聲音太大聲了 就必須再重來再換一個角度 甚至是換一顆石頭 所以在堆這面牆的時間就會花很長 有時候甚至一天堆不到一顆石頭 光是這一個地方花了多久 光是這一面牆大概要四個月吧 四個月 為什麼會花四個月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除了石頭之外 我們會在每一次石頭 大概堆個兩層之後 我們就會先暫停一下 暫停讓它後面的這個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這個接著 所以讓它的土石比較紮實 它就會比較安全 你在準備 然後到一直正式開門的時候 花了十年 這是遠遠超過你預期 原來你跟先生預期的時間是多長 我們預期大概頂多五年吧 五年 後來好 就按照你的所預期 其實它變double了 對 講究這件事情 你之前開過這麼多店 在以前開這些店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飛花洛宴 講究這件事情 現在可以說是到一個極致 以前我們開店最快的時間 45天就開成一家店 後來我覺得做了飛花洛宴之後 因為一直想要把心中的那個夢想 慢慢在那裡實現 那是什麼夢想 那個夢想是因為我們在市區開過的店 太多了 我們就一直想說我如果能夠到山區 然後有一個很棒的環境 然後可以吃一頓很精緻的飯 那我覺得它會是一個 我心裡面很夢想中的那個畫面 所以五年到十年對於你來說 當然因為時間拉長你的預算一直追加嘛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的平衡 就是說我要不要選擇就做到 就做到這個極致 還是說以我現在 我可以負擔的經濟跟時間壓力 我做到75%到80%就好了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掙扎 就是第一個我們準備的錢沒有那麼充裕 那第二個工期又拉得很長 所以到最後在經濟上面 我們其實出現很大的困境的時候 我們選擇先停工 先停止 不要因為現在經濟上面過不去 我們就胡倫吞早就讓它開了 因為這裡需要的金額太龐大了 那時間又超出 遠遠的超出我們的預期 那我們就想 應該要都已經過五年了 應該可以再等一下吧 所以就讓它慢慢就 就像堆這個落石流水要四個月 這可能也是完全超過你當初 接受這樣的一個設計的經驗值 對 因為我們想說原本 在還沒有開始做這種水保 這種牆面的時候 都覺得它應該很簡單吧 就石頭堆上去就好了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買石頭也是功夫 然後請師傅師作也是功夫 然後又要考量到美觀 又要考量到安全 它就必須要成為最後那個樣子 對 就沒有妥協的空間 我想到就是說 你17歲就一個人出來獨立 可是其實那時候講究的精神 你已經偷偷學到對不對 對 因為你當時只能洗杯子 在酒吧裡面只能洗酒杯 那時候只能洗杯子 那我覺得那時候偷偷學 是因為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師傅是不願意教的 那我覺得不是只有用眼睛偷學 而是全部的五官都要一起偷學 因為你要偷聽師傅跟師傅之間怎麼對話 你會說曾經偷聽到什麼 師傅會說這個咖啡豆 今天來的這個咖啡豆 它的這個烘焙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我們今天要用什麼樣的時間 跟溫度下去煮咖啡 那這種師傅是不會教的 你只有一邊洗杯子的時候一邊偷聽 聽看師傅他們在說什麼 那幫他們洗完這個煮咖啡器具的時候 就去聞看看這個咖啡渣是什麼味道 然後嚐一嚐生下的咖啡底的風味如何 每一種咖啡豆的味道是怎麼樣 那個洗杯子的時間有多久 就是以每天的時間 然後後來累積起來 那時候你在那邊多久 一天上班八個小時 我洗杯子站在水槽前面至少六個月 沒有離開過那個水槽 那如果我用定存的概念來說 如果你每天都很靈敏的看跟聽 所以其實你每天一直放在你的經驗定存裡面 放了很多很多 對 我還會回家買水果回家 就休假的時候在家裡 可能一次就切了五金流丁 一次切兩顆西瓜 然後自己去練習 然後把師傅 從師傅那裡學到的回家去實踐 然後發現好像 我做起來怎麼跟師傅不一樣的時候 再回去再偷偷看師傅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講究這件事情 那不只是打工經驗而已 我今天準備了一個 為信儀四分之一世紀開始的這個時鐘 我覺得我非常難相信那時候的你 是為了學 然後你的日子是這樣過的 我們就請信儀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這個時鐘是一個打拼的時鐘 當時我一天工作 第一個工作是從 你打幾份工 三份工 一天三份工 16個小時打三份工 然後中間交接的時間有點不太可能 所以你的睡覺時間一定壓縮的很少 對 好 那我們先聽聽看 這個是8點 晚上8點 晚上9點工作 對工作時間一直到凌晨3點 這是第一份工作 那第一份工作下班之後呢 我就去三溫暖工作 三溫暖工作呢 到早上7點下班 好 凌晨3點到7點 這第二份工作 對 然後7點之後回去可能梳洗一下 小小的瞇一下 10點呢 接第三份工作 早上10點 早上10點 然後做到下午的2點 然後就可以 我就有大概5個小時的時間可以睡覺 哇 那是你幾歲的時候 大概19 20歲吧 好 但是我很好奇 你這樣大概保持4到5個小時的睡眠 這個在後來你創業開了20多家店以後 你一直後來就是大概就是只需要這麼多的睡眠量嗎 是 我一直到現在也是這樣子 對 大概5 6個小時就極限了 好 所以創業家沒有那麼多睡眠的時間 任何人事物 只要是花時間的 都應該被珍惜 有時候花時間才是最近的捷徑 這是村上春樹寫下的句子 馬野集團執行長魏信尼和設計師先生張志強 花10年開出了詢問度報表的飛花樂園餐廳 一路上當然不可能一觸可擊 我們的第一家茶館 在這裡我們做了19年 這19年的時間 從這裡整條路上都是按的 一直到現在這樣子的繁華 因為我們在幾年前就在這邊結束了 25年前賣40塊的芝麻奶茶 當時可是泡沫紅茶店正當紅的時期 這也是馬野集團的創始店 今天早上台北一群師傅下來幫忙 人生路上的貴人真的很多 總是說自己是金魚腦的衛星衣 不好的事情忘得快 也是個性上一大優勢 而另一個人格特質 親朋好友都這麼說 有韌性 有耐心 我常說 這個Yes mentality 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覺得這件事情應該做 他會先說Yes 他不會先想說 那但是這個怎麼辦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怎麼辦 而是先說Yes 然後再去想我要怎麼樣達到 他的韌性的話 比一般人來說還要來得多好多倍 我們如果做生意的話 可能會先想到天順點 但是姊姊他們做生意 沒有所謂的天順點 就是勇往直前後面就是斷崖了 如風雷火的幾鼓聲 在菩薩寺的周圍蔓延開來 總是勇往直前的衛星儀 也有失去方向的時候 這樣的時刻 他的精神能在此得到安放 每次在這個建設 飛花樂院這十年的時間 如果有時候心裡面覺得很煩躁 或是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常常會在晚上六點鐘 這裡會扣鐘 那覺得聽到那個聲音 鐘聲扣鐘的聲音 就會覺得心情感覺比較平靜的 籌備飛花樂院的十年間 他再開了燒肉與火鍋餐廳 建築風格與室內裝潢細節 都能窺見與飛花樂院的相似之處 與其說等十年 不如說這十年來 他一直在練習著 二十幾年前開始創業 我們從四十塊的泡沫紅茶 開始做起 一路上一直不斷的 改變不同的業態 然後讓團隊有一個不同的升級 這一天是廢話樂院的休息日 員工沒閒著 他們還得忙著上課 請查樂老師來替員工上課 我們除了上茶道課 上團隊課 還有會跟夥伴們上講師訓 教大家怎麼成為講師 茶花 花藝課就是一個訓練 他會對美的這東西 會有一個他自己的一個判斷 然後慢慢的看人家 人家是怎麼用的 他慢慢就會提升 他這個擺盤的這種技巧 另外像茶道課程就是 他會訓練我們就是 在服務的時候能夠更加的優雅 魏信儀本人就是個 情於學習的人 這一點來自於他八年前 到大學當講師後深感不足 進一步再去上講師訓課程 同時他在把自己上過的課程 放進員工的教育訓練中分享 也與楊田玲老師成為好友 這八年下來 我覺得他最大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說 非常有自信 現在比較願意而比較敢 很自然的就是說我來 就承擔了 員工的教育訓練 用時間換來一個人的潛移默化 而他自己也透過不斷學習上課 認識許多大師級人物 最早我們在那個大師工作坊的時候 我們北中南有大概750個學員 若要說這麼多學生 怎麼就為欣宜 讓米其林名廚江振誠印象深刻呢 就是他會三不五十 會傳一個照片給我 你說Chef 你看 我們在做讀書會 在業界這麼長的時間 還對這件事情 對這些小事情 充滿熱情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第二個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花時間 就是有耐性 這件事情其實跟我滿像的 就是 你願意很花時間 去做好一件事情 江振誠也是廢話樂院 還沒開目前第一位包廠的客戶 為母親慶生 邀請眾多好友到場 這場家宴也成了 廢話樂院的試營運 訪談過程中 江振誠還透露一個 兩人年輕時瘋狂打工的小故事 我們兩個在 特有在酒店裡面切水果 切水果盤 你知道那一種 就是冒煙的那一種 水果盤的經驗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講到很多 在酒店的趣事啊 然後你在那邊切水果啊 這我覺得滿有趣 就是其實我們的那個 餐飲的那個經歷 或者是說 然後對這件事情的熱情 那個韌性 毅力 其實是滿相近的 除了擅長經營餐飲集團 這些勤於學習的過程中 魏信儀還開發出了 另一項專長 舉辦簽書會 當年三十年 有你一本書叫 《遊戲人生》 那出了以後呢 他自己有看 他就把《遊戲人生》 這本書裡面的說 辦活動的 從破冰報到什麼 團隊凝聚 腦力激盪 他就活用在他辦活動裡面 所以他就幫很多老師 辦簽書會 也因為辦過多次 讀書會 簽書會 魏信儀帶領的團隊 還獲得被餐飲耽誤的 行銷公司美名 帶著夥伴一起成長 用爬山來形容他這麼說 爬完一座山換一座山 第一個你不會覺得無聊 那第二個你會覺得 這過程很有趣 一直享受這中間 帶來的樂趣 對 然後一直帶同 帶所有的工作夥伴 去看不一樣的風景 作為一名給予者 魏信儀無私的人格特質 換來許多貴人幫助 從台中市區到山間 她的餐廳 實質高度提升她的人生 除了餐飲的版圖 也追求著更高的境界 好 觀眾朋友我們聽到現在 我們一起來看看 究竟信儀在這25年的時間 她怎麼樣賺到第一桶金 然後這20幾家店的怎麼樣 帶她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90天之前才能夠定位的 這一個地方 真的無所不作 而且信儀這個裡面有沒有加盟 沒有 都是直營 就是25年 好 那我們就請信儀 一開始先幫我們連連看 我只知道一開始是洗衣店 對 一開始是洗衣店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做了西餐 做了法餐 然後才開泡沫紅茶 泡沫紅茶就是大家比較知道的 我的那個麻葉茶館 她做了19年 對 那這19年裡面 我們有開了這個私房菜 50元披薩 然後咖啡廳跟甜點 那最後有一個火鍋跟燒肉 那我們說你17歲就入社會獨立 這裡面你有沒有讓人請 當過員工 因為這裡都是我自己開的 是 那但是在開洗衣店的同時 其實我在上班工作了7年 是 那就覺得說 投幣式洗衣店應該很簡單 我就投資不會很大 我只要下班的時候去收錢就好了 可是殊不知不是這麼回事 怎麼說 因為我們洗衣機放在那裡 那客人來投幣洗了 他可能就去上班了 等他下班才來拿 所以其實那一整天 那一台機器就沒有 沒有其他的功能 就只能40塊錢 對 它就變成那個儲物櫃就對了 對 但畢竟是洗衣店 讓你賺到第一桶 是 那後來我就用了 另外一個方式 我就請了一個工讀生 然後幫客人把洗好的衣服拿起來 放過去烘乾 那洗衣機就有多的空間 可以再讓別的客人洗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說 從洗衣店之後一直到泡沫紅茶 你這一生其實就是創業魂了 是 你覺得創業家這件事 是因為小時候家裡開牛肉麵館 你覺得當老闆這件事對你不陌生 還是你做出趣味 從洗衣店到泡沫紅茶 我覺得其實我們在開牛肉麵的時候 我是覺得我再也不要走進餐飲行業 就看你爸 就覺得太辛苦了這樣 可是當我們自己創業之後 我覺得創業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常常會面臨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困難 但是當你每一次去挑戰 這個困難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像那個打電動破關的感覺 我又挑戰成功了這樣 這個裡面跟我們談一下 你會認為失敗是成功之母的 那個母親是哪一個經驗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50元披薩 這裡跟大家回顧一下 那當時會開50元披薩 是整個那個時候的餐飲的風潮 都開了連鎖店的50元披薩 因為我們以前做過西餐 然後賣過義大利麵 做這個事情對我來講應該不難 那可是我覺得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然後就覺得好像大家做了我們 一點點成本我們就可以來做 那就跟著去做 所以當整個熱潮結束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跟著就結束了 我想我訪問過好多老闆 對他的這個前提都是 要先通得過自己這一關 那因此對你來說 其實開這麼多直營店 你從來不是 不只是投資者的角色啦 對 都是執行長 是 就跟著一起做 這一個身份去切入 那我們現在就下來大概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提到這個 很難訂的這個飛花落月 那究竟在這餐飲上 它累積了哪些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可能是破八萬啦 應該接近十萬 其實這個飯鍋它很特別 它是石墨鍋 它是整顆石墨下去做的 當時要買這個鍋子 因為一次要買十五個鍋子 十五個鍋子 就可以買一台車子了 哇 好掙扎啊